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星投顾林何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华星投顾的林何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高雄好是林何彦 昨天晚上美股收黑下跌 台北股市今天是开高走低 最终小涨了8点 指数来到了16581 成交量是2526亿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好的 昨天涨了130几点 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上涨无量是虚态 这种虚态的状况 行情随时都会再回头 所以起关的高票 不要去黑白堆 很容易掉下来 你看今天一开盘 大盘一度涨了80几点 80点 然后一拉上去就下来了 最多跌了29点 收盘小涨8点 他去8点就没打不散 对 是 短大点而已 真的 感觉上就兴奋不起来 可是今天个股有些不错 今天最强焦点在哪里 今天最强的焦点就在电动车了 你的焦点是不是又是第一时间提醒你们的 对 真的 我一口给你就开始讲了 是 特斯拉一转强 在打底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们了 特斯拉要动了 电动车的股票 领先大盘下跌 领先足底 会领先回升 你看说着说着 电动车的股票 一挡一挡都起来了 一开始最凶的是 玉龙汽车 东华汽车 这两支最早挤的嘛 对不对 这两支是最早拉的 跟着特斯拉开始走第一波 抢第一棒 那第二波 跟电池有关的 新浦 最近对300块 现在已经340就是了 最近第二波的电动车相关个股 新浦 大益 车顿的大益 兼提回锡 也涨停板了 提回锡从30 现在已经飙到42块钱了 1524的梗顶 也从20块钱 今天来到27块钱了 现在连第三棒的 电池相关材料 美其马 康普 聚合 今天都涨了4% 5% 6% 所以大盘只是一个 大方向 个股跟类股之间 会不断的轮动 所以我每天都提醒你啊 去管理就不要去堆啊 你看最近AI个股 相关个股都一直在拔在 今天技嘉又跌了3块钱 继续拔在那里 涨高就放他一马啦 不要人家穷追猛者 一直追关 那没意义 任何一个主力法人 人家股价炒高之后 就要扔他让他抗 钱要收回就要插到一支鼓子去 那你再去追高 正好让人家换手嘛 对不对 那他们逢高把股票卖掉之后 就会再去找底部的股票 再炒作一次嘛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永远是对的 林来院给大家观念 都是最正确的观念 你听我节目 长期听下来 把这些正确的观念给建立了 跟着做 咕咕噔噔噔 你就是市场上赚最多钱的人 是 好 昨天美国股市 收盘小跌17点 盘中一度涨了189点 那昨天 美国的重头戏是什么 苹果新机发表 昨天iPhone15发表新机 那同时 新的手表 也发布了 苹果 在大败败 那什么股价 股市 是下跌的 对 所以苹果新机一发表完之后 一点开始发表 然后就一边发表 就一边跌 到重重 涨189点 一路就跌下来 收盘变17点 那同时 苹果的股价 也跌了1.7% 那呢 对为什么 因为没有亮点 是 台湾这边 大家也嫌太贵 因为台湾这边 官方的报价 跟国际市场的报价 我们卖比较贵 所以大家有点不爽 为什么 我们要卖的比别人来的贵 是 那同时 苹果虽然说 这次新机发表 可是 市场有点沮丧 没有看到 太多的亮点 特殊的地方 尤其 最近大家最 热门的 大家最喜欢的 什么 深层式AI 你现在不管是上Google 或者上微软的 都可以做这些 深层式AI 对不对 结果上苹果的 不管是笔电 或者是手机 这个部分都还 暂时没有 这是大家觉得可惜的地方 新机出来竟然 连AI的部分 都还没有 所以市场有点 失望 苹果股价昨天 开高走低 收盘跌了 1.7% 那苹果开高走低 所以相对的 苹果概念股 今天全部也都 下跌 郁金光跌了 2.3% 大力光跌了 1.7% 苹果跌了 1.4% 台光电跌了 2.2% 台光电盘中还一度 跌到5% 那这次苹果新机里面 把TAPC 终于纳进去 规格里面了 纳入标准规格 是 所以很多人认为 TAPC概念股 应该有机会冲一波 就没想到 TAPC的股价 全部大跌 创为跌3.8% 威风电子跌了 2.2% 伪权电也跌了 1.6% 所以事情不是 你们所想的 太简单 这样听懂吗 我不认为 TAPC 纳入之后 会是利多 为什么不是利多 为什么 因为原本 苹果的 它的充电线 它的连接线 跟别人规格 不一样 对 那你换成TAPC 苹果也不会 给你一条新的线 现在买手机 买平板 其实都不附线了 对 所以大家家里面 线很多 直接用家里的线就可以了 所以反而 少了一条旧的线 新的线也不给你 所以做连接线 其实没有利多 那你说 里面 控制IC TAPC控制IC的部分 那旧的手机 难道就没有 控制IC吗 还是有嘛 对 那新的手机 还是一样是控制IC 所以其实没有 太大的一个增加 所以市场那种潮法 你们听了觉得 有道理 实际上不见得是真的利多 所以TAPC概念股 创围 伟权店 威风店子 今年业绩都很差 今年上半年 创围是随意两平 现在股价在一百多 威风店子才赚一块钱而已 股价两百多 所有时候分析 真的是要专业 不要随着市场 这边起舞 你看我待会员 我们自尊会员空创围 空一百二了 今天跌到一百一十一 我们要贪十块钱啊 是 VIP会员 我们空威风店子 市场说好 我们空 我们空两百四的 今天两百一十五 我贪二十五块 真的 所以专业分析 真的是很重要 好 那台北股市的部分 今天开刀走低 小涨八点 要不然结束了哦 我跟大家讲过 是 大盘后面有选举行情 可是 这段期间的整理 还没有结束 所以还没有结束 量 持续在萎缩 你不要去追关 大盘随时 还会再下来 但下来是好事 你才有机会 叫小涨嘛 尤其后面有选举行情 后面选举行情 时间 我都已经预告了 有来听演讲的 都知道我在说多少天 当几月几号时间到的时候 我有九成的把握 参举行情就开始冲啊 你知道最近 这一两天的事情 四大基金 又准备下放 1540亿 这是这两天的消息了 是 四大基金又准备要下放 1540亿 已经都招标完了 哪些把人取得 哪些投信取得 都已经 确定了 现在就等资金 最近就要拨下去了 那资金拨下去是为什么 正好在这个时机 时机点 四大基金要拨1540亿下去 要懂什么 就是要擦搜机行情啊 这明天的独立 最近外资一直卖 投信一直买 我跟大家讲过 不是投信再买 是四大基金下放了钱 投信部门 几个投信接到之后 承受职意在做护盘的动作 不然投信我们要给了 外资一直卖 卖了3000多亿 投信反而一直加码 一直加码 没那么好大 所以你要看得懂人家在玩什么东西 所以后面选举行情时间到了之后 行情空出去 你要在行情没发动之前 赶快把跟选举相关的个股 有关系的股票 趁目前还没有完全发动 要紧求 最重要的两支股票 选举第一号跟选举第二号 选举第一号已经表四十八%了 你知道吗 什么名什么股民很多人知道 那我也不能 我也不想开 有来听人讲也知道 那没来听人讲 有些可能也猜到 那不管你有没有猜到 我不会开牌 以后我也不会开牌 为什么 人家要插股票 我们就点点地就好 不要够了 去跟人家破那个梗 破那个局 我一公开之后 这种小型股 你们全部都进来了 从马上掉 人家去挠不怕 所以我们不要去人 破那个局 我们点点地做就好 去年选县市场 选举第一号 两个月的时间 标了五点七倍 这次会不会一样 又是标五点七倍 我不知道 现在两个月都已经去四十八%了 这两个礼拜来 上市会涨幅攀幅第一名 就是三级第一号 你知道哪一家人 你就知道吗 不要阻管 最近还会再 重来一遍 重来重来重来一遍 那边重来的时候 要求我们又快要求 后面会不会 不要说涨五倍 后面就算再涨个一倍 也够你转了 也够你转了 所以有兴趣想要赚这一波的 快来找我 专举第二号 也已经冲出去了 去年选县市场的时候 他们两个月里面 12块 比较到33块 标了1.7倍 这次会不会 你看他最近一个多礼拜 已经标了39%了 所以混这两个月里面 上市过1,750加的股票 涨五半半一两名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两个 参举第一号到参举第二号 林的宴都是在行情 还没涨的时候 就已经预告锁定了 锁定完之后 两个礼拜 一支起48% 一支起39% 前两名的股票 所以大盘 整个选举行情 还没有正式动 可是两支先前部队 已经攻出去了 那个跟部队在修正同样 部队打仗 大军还没动 先前部队要先出去探路了 所以现在选举行情 两支先前部队 已经冲出去了 已经冲出去了 不要去追 要不然去找人 等他最近在蹲下来的时候 汹汹哭来的时候 我快带你落尾 后面两个月的行情 后面两个月的选举行情 这两支 一定是正两名的 一定是涨幅前两名的 这段选举行情 你只要跟我做这两支股票 你一定是最大赢家 你一定是探最多的人 所以你现在还没有卡位布局的 想要赚这一波的 利用现在一季的费用 赚一整年的活动 赶快来找联合宴 当行情想要苦下去的时候 我快带你落尾 后面两个月 我们就已经探最多的人 大家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 我们一定要在选举行情 发动前先卡位 你才能够领先市场 要再度恭喜何彦老师 选举指标股第一号 已经大涨了48% 而且选举第二号 也大涨了39% 想要掌握选举 币涨股大赚30%到50%以上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你就有机会 领先卡位在底部 进一步内容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迎接选举行情 我们一定要跟对老师 买对股票 何彦老师一定会待进待出 让你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想要掌握选举必涨股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只要一记的费用 服务你到年底 欢迎你来电报名 02-239-23988 02-239-23988 行情是不等人的 赶快把握机会 02-239-23988 02-239-23988 另外在股票操作上 有任何疑问 想要咨询沟通的话 也欢迎你加入何彦老师 Lite以及Telegram账号 Lite的ID是 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Telegram账号是 PRO5个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投顾的林和彦老师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我们一定要在底部 买进做波段 你才能够大获全胜 接下来还有哪些选举个股 可以加以留意呢 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 今天小涨8点 当然涨都是好事 指数涨跌 其实只是一个面而已 真正关键强弱 还是都在个股的部分 今天苹果相关个股比较弱 可是电动车股票 今天很强 当然这个都是短期的 真正的波段行情 是后面的选举行情 四大基金这两天 已经公告了 1540亿的资金 要在下放 所以已经告诉你 后面选举行情 在等二后 等到几月几号 那个时间表 我已经在演讲会上公告了 等这天时间要搞 整个行情就要开始发动了 所以在这一天来之前 跟选举有关系 选举行情的大气的股票 你要利用有蹲下来的时候 赶快下去卡位 赶快捡便宜货 没有告诉你三基行情开始冲啊 你又又没贪到 那这真的可惜哦 所以三基第一后三基第二后 现在第一波分别涨了48%跟39% 这刚开始 这个股票苦了 我快带你买 我快带你买 好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 个评表现啊 因为指数只有8点 成交量2531亿 选股很重要 不要一直追高 今年上半年总体业绩并不好 虽然8月份的总体营收 是今年以来最好的一个月 忘记效应也开始慢慢在浮现 可是还是要找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你看今天汉堂又是不是上来了 昨天汉堂 我们讲汉堂一段时间了嘛 对不对 最近从213 涨到233 最高234 我研究报告送你们的时候 在200块钱 送完之后蹲下213之后 开始就一路飙上来 那昨天汉堂 发布8月营收 发布8月营收的结果 月减10% 哇 大家看到月减10% 一开盘 股票抬出来 盘中一度跌到7% 我昨天一开盘之后 看到行情一刹下来 马上发讯号跟我的会员讲 把整个营收的状况 跟会员做专业的解析 让会员能够安心的抱住 那我昨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嘛 无城市它虽然归类在电子股 可是它是属于做工程的 做工程没有固定的营收 做工程也没有什么单望机 它要配合的厂商 在建厂的进度去完工 同时要配合厂商机器 到位的装机时间 所以无城市工程的公司 它不是在看每个月营收 它在看什么 它在看年度的接案量 今年接了多少案子 总共预计接了多少单量 跟多少金额 汉唐今年前八个月 411亿 已经快要超过去年一整年 480亿的营收 所以年成长66% 而且目前公司手中 接到的在建案子 金额已经超过600亿了 所以你要懂得看专业的东西 而不是看那种短线的数据 你看你昨天开盘更是杀掉的 掌台了285元 今天我231元 几乎把昨天跌的幅度 几乎快要填满了 汉唐接下来如果233 跳空缺口 现在差两块而已 跳空缺口如果全部补完的话 汉唐就开始正式冲出去了 汉唐就开始正式冲了 如果一点信心都没有 行情稍微一震荡 你就破不掉 要怎么贪大钱 所以经常讲专业的分析 专业的判断很重要 不然你随着市场在起舞 往往都在追高杀低 追高杀低 他英文贪不值 好 长龙行 下跌48天时间到了 这次不管是半年报成长了一倍 或者是7月营收 8月营收 分别都成长50% 这个数据也都很强势 那修正时间48天结束之后 加上30分线的MACD 已经做了第五度的背离了 这种讯号都告诉你 随时都会开始 当然随时都会开始 你不要想说 我一买就要长 我们拿早上两天就买来蛋 没关系嘛 对不对 我们又不是主力 我们也不是法人 我们没有点火的效果 我们没有点火的能力 可是我们可以先买来蛋 等到行情 到时候一发动 主力法人帮我们抬轿上去 所以长龙行接下来 只要出现一根5%的红棒 整个行情就要开始喷出了 我现在说的股票都是要不去 可是未来有机会 大涨40%50%的标的 包含 网通股最赚钱的那家公司 最贪钱的 其他都创历史新高 所以最贪钱的 还没叮咚 昨天除息秒天息 今天涨了一块半 对 我就说一支你们知道了 随时都会发动 是 利用大盘 还没有开始发动总公司之前 赶快跟林何妍一起 布局卡位选举行情 利用现在一期的费用 赚一整年的活动 我们赶快来合作 把那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选股才是获利的关键哦 我们要趁大盘拉回去找好买点 想要知道长龙行 汉唐还有省准的买点在哪里 什么时候行情会喷出 赶快跟着何妍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你就有机会领先卡位 在底部反败为胜 记忆部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 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资的林何妍老师 老师谢谢您 好的听众朋友 买卖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迎接选举行情 我们一定要集中资金 跟对老师 买对股票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赶快跟着何妍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选举必涨股 只要一季的费用 服务你到年底 欢迎你来电报名 02-239-239-88 02-239-239-88 何妍老师的单股周周发 短线带你做价差 搭配长线做波段 让你多空操作更灵活 赶快把握机会 跟上脚步 02-239-239-88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